我们做当代文学史研究 或者我们要把握当代文学史 我们会理解它的一种性质 和它的一种叙述观念 这话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说 怎么去给整个当代文学史 来做一个整体性的一种命名 所以我们要叫做史 它就总是有一种整体性 那么它整体性总是有 它的最显著的标志 它最主导的特质 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它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这都是我们在叙述 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 我们会面临的一种表述 但是我们又看到 这六十年的历史 它本身是如此的变异 如此的分化 内在有那么多的断裂和差异 所以我们会看到 我们企图用一种概念去把握它 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但是对于十七年的中国文学 特别是对于从 1949到1976 就是 我们称之为这十七年也好 甚至是这二十七年也好 那么 其实现在又有另一种说法 叫做前三十年 后三十年 其实这都是相对的概念 前三十年当然是指文革前的三十年 后三十年是文革后的三十年 那么这样一种相对的表述 我们会看到 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种文学的历史 它确实有非常深刻的一种差异 但是呢 它总是有一种内在的一种关系 大家会看到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 它是包含着如此深刻的断裂 是吧 那么它总是这么的激进 所以西方人总是说 你们中国人非常保守 它其实 这个可能说 古代的中国人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古代的中国人也不能如此说 其实中国人是最激进的 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说法 我们看看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 它的最激进 是吧 中国的暴力革命 是吧 中国的政治自主的建设 中国的文化革命 是吧 中国居然会想象要求作家世界观彻底转变 是吧 然后我们整个社会 突然就会化归出地富缓坏右 牛鬼蛇神 是吧 然后我们的社会能够做这种的 一种 一种 一种建议 然后我们会 接受如此 激进的革命的重招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文学历史中 我们有那么多的深刻的段落 是吧 我们说过 1942年之后 我们以讲话作为标志 我们都会有现代段落 是吧 那么在80年代之后 我们 又在寻求新的一种变革 那么终于到了90年代 你可以看到我们和前此的历史 我们这么短处的历史中 里面包含了那么多的转折 那么多的变异 所以确实 应该说当代的中国人是 一方面我们称之为它是激进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说它是开放的 它有一颗拥抱世界的胸怀 是吧 它敢于接受新的事物 敢于学习西方 是吧 所以这点是中国了不起的地方 大家看一看20世纪的中国 就是在学习西方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它成长起来 所以大家 一方面我们会看到 中国文化存在的很多的问题 20世纪 我们包含了很多的创伤 我们很多的悲痛 但是整理上来看 中国人 中国民族 它太乐爱学习了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可以说 我们任何一个中国的小学生 都知道美国在哪里 是吧 知道美国总统是谁 是吧 你问美国 可能百分之一的人 千分之一的人 可能才知道中国的总书记是谁 或者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 是不是 他才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 是吧 很多美国人一直以为中国在非洲 仅挨在爱上尔比亚 那么1996年 1996年我到这个瑞典 到瑞士 我到瑞士 在阿尔贝斯山 阿尔贝斯山有一个小镇 那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镇 到那个镇山一个小铺子里 我去买 买东西 买到那个老板 因为我跟我太太一起去 那个老板把我拉到旁边问我 他说你们中国可以娶几个太太 我说娶一个太太 他说真的吗 你们只能娶一个太太吗 我说是 他说我刚刚看过一个电影 你们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什么 叫做大红灯笼高高挂 他说能娶那么多 他听说能娶那么多 我都想到你们中国去安家落户 哎呀 我说这个 我说这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 哎呀 他说那多遗憾 你们呢 你们呢 有那么好的制度 你们为什么就放弃了呢 那个老板非常有意思 这个 他们都认为 我们还穿着这个仓袍马挂 是吧 还妻妾成群 是吧 我们几部影响最大的电影 你知道那个霸王别姬 英文的电影名字叫什么 Forever my concubine 就是 再见了 我的小妾 我的小情人 那你这个 能够公开的取这个 他完全搞不清楚那个年代 你理解吗 西方的完全不知道 那个霸王别姬呢 讲的是一个什么年代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他以为你可以公开化的 能够这么 那个 那个 来这么搞 然后大家看一看 都是张艺谋的电影 是吧 那个小金宝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是吧 那又是一个 这个 这个 小老婆 所以他觉得中国这个 非常好 你们的制度非常好 所以他们西方人 他完全不知道 中国现在是 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中国都知道 是吧 因为我们学习西方 我们学习西方的长处 所以这样中国 中国人有希望 中国人有希望 当然我们 也学了很多西方的 也学了很多西方的坏处 是吧 但是这个 一夫一妻制 我们还是学对了 我们才有爱情 是吧 我们的小说 才有东西可写 文学史的性质呢 就是 我这里实际上 牵涉到的是一个 这个性质就是说 我们这个文学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 其实呢 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个性质是 不能简单的 用社会主义 这个去概括它 也正如我们企图 把社会主义文学 之前的文学 把它描述为 新民族主义文学 也并不恰当一样 所以文学的历史 始终有它溢出 这些政治命名的 这些政治概念的 那种东西 虽然说 我们中国的 现代的 二十世纪的文学史 并不一定能够像 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那样 来做出那样一个 文学的一种划分 我们确实包含了 太多的政治的事件 太多的政治的内涵在里面 但是我们这种文学 一旦有我们可以拓展的 很丰富很复杂的一种论说 所以我很赞成 洪子成先生在问题方法里面 他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文学史研究的 会遇到这几个问题 就是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我们讨论的文学史 到底是文学还是历史 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要去思考 就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可能性 就在我们的参考书里面 洪子成先生的 这个中国当代文学史 是我们的第一的参考书 洪子成先生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 我觉得是写的最好的 一本文学史 还有他的这个问题与方法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阅读的 洪老师是 这个我们的老前辈 他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 是奠基性质的 这个他的书 大家一定要读 要点就是我所说的 我们说的文学史的性质 我们一方面 要去看到社会主义的经验 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 我们从五十年代以来 中国的文学 我们称之为当代文学 它所走的一种道路 是吧 社会主义经验的一种开创 一种创造 这是一种历史的报复 一种历史的独一无二的 一种道路 虽然说它受了前苏联的影响 但是社会主义文化 这么一个概念 在世界资本主义文化的体系中 在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 这样一个框架里面 它是独特的 我们要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它的文学的特征 我们才能够把握它 但是同时 我们又不能把社会主义本质化 文学永远有对抗本质化的那种力量 所以我就说 我们在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时 我们要更广阔的历史事业 还更深层的理论探究 就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会如此 卷入政治 为什么中国现在以来的革命 如此需要文学 为什么在政治革命的压力底下 文学依然会被认作文学 并且以其任性的方式 延续和存在下去 所以这些问题是我们 在理解社会主义文学也好 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也好 我们都是要去 在这些问题底下去思考它 一旦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就会揭开盖子 就可以打开 社会主义文学这个神秘的面纱 就可以避免它的单一化的本质 所以这里我会用的这种观念 我们延长两分钟 一定延长两分钟就是了 这里牵涉到我们对历史的不同的理解 就是大家知道 一旦使用历史这个概念 它就非常现代性 是吧 历史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 所以大家 我谈了这么多现代性 大家还不能理解 还觉得很难理解 我就用一句话 大家把现代性 最基本的含义 现代性就是 这个 要用一句话 这概括有点困难 就是无限进步的 发展的 时间观念 大家理解吗 就这一句话 如果大家觉得现代性太难理解 叫 无限进步发展的时间观念 它是个时间观念 那么至于别的含义 我在后面下一节课 我再去展开它 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典型的 现代性的观念 占据主导地位 是吧 马克思主流的观念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观念 那么人类社会从知名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 它是无限进步发展的 是吧 然后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 这是社会主义的观念 50年代我们是现代性的 是吧 我们大跃进 是吧 感应超美 是吧 这都是现代性的观念 大家就好理解了 是吧 一说这样就理解了 那么我们在今天 我们讲GDP增长 我们天天讲增长 中国GDP保发 是吧 增长百分之十几 我们高速发展 我们这个发展的观念 这是现代性的观念 所以后现代是什么观念呢 后现代性就是怀疑发展 它觉得发展 是会带来很大的问题的 是反思发展 所以后现代反现代性 就在于它怀疑发展 怀疑过度发展 大家把握住这一点 是吧 从历史观上来说呢 那么现在性的历史观 就它是一个完整的 线性的 有目的的 历史是这么合目的的发展 历史是有本质的 那么后现代认为呢 历史是断裂的 是碎片的 是我们的一种叙述 就是说我们现在归纳的 这个文学史 从1940年的讲话 一直发展到今天 这样一个过程 它并不是一以贯之的 它并不是完整的 它是断裂的 同时后现代的历史观 包含了对自身叙述的一种 一种反思 一种警惕 就说这是我的一种叙述 这个历史并不是客观存在 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历史 只存在我叙述的一个历史 OK 所以这样一个历史是可以被别人再重新叙述的 没有一个绝对的客观的 本质化的历史在那里 我们去重现它 对于我来说呢 这个对当代文学史的理解呢 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 这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观念 如果说不解决这个观念 我们对整个当代文学的理解呢 就无法重新开始 那么一说到现代性这个概念 可能这个是大家最难理解的 那么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这个迄今为止在学术界 在中国的学术界 大家对学现代性这个概念 才是这两年 才稍微清楚一点 直到2001年 中国的学术界 对现代性这个概念还闹了笑话 什么笑话呢 2001年夏天 这个金木逊呢 到中国做一个讲演 这个题目是叫做 现代性的神话 那么金木逊呢 讲演完了之后 那么中国学界的学人呢 就是都是教授啊 博导啊 那么现代文学 现当代文学的 文艺学的 都博导 几乎呢 70%以上 把金木逊的观点 理解错了 或者说 理解反了 他们就一些很纳闷的 金木逊为什么到中国来鼓吹 现代性的观念 金木逊原来不是鼓吹 后现代观念吗 那么 大家可能知道 1985年 年底 金木逊在北京大学 开讲这个 后现代理论 文化 所以金木逊呢 是作为中国 后现代理论的 这个传教士 好像说他鼓吹 后现代理论 那么 到了2001年 就过去的将近20年了 金木逊怎么摇声一变 鼓吹起现代性来 那么当年说 金木逊鼓吹 后现代 这也是一个误解 其实呢 金木逊是一个左派 那么后现代话语呢 他确实是一个左派 谈论的话语 但是呢 谈论一种话语 不等于他就赞成这种话语 是吧 就是说你吃猪肉 不等于你要变成猪 是吧 那么你吃牛肉 也不等于你就是牛 是吧 所以这是不一样 我们就以为 你谈什么 你谈后现代 那你肯定就是后现代 是吧 那么你谈现代性 你就是主张现代性 其实不是这样 左派它是一个批判性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 它批判一切 它是批判资本主义的 后现代文化 所以金木逊的书呢 叫做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他认为后现代是资本主义 晚期的现象 什么晚期啊 肝癌晚期 那是不治之症 快死了 是不是 所以后现代呢 他是把它作为西方资本主义 晚期的病症的文化 来表达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一点 西方的左派呢 他们的这个口才都非常好 一个个都是熊变甲 口落泉河 然后文章写得非常华美 是吧 那么一泻千里铺天盖地 非常华丽 你像那个特里·伊格顿 特里·伊格顿 在英国是非常有 我到英国 很多书店 他的书是一个书架 全部是他的书 他的英文的文章 是写得非常的漂亮 即使是翻成中文 他有几本书 是吧 审美的意识形态 文学 引论 这个后现代的幻象 这都是他的书 但其实他的书非常多 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西方的左派呢 你看他在批判后现代 你读他的书呢 你以为他在鼓吹后现代 是吧 金文学的文化转向 不知道在座的同学里面读过 他里面完全是批判 后现代的文化 但是你读着读着 你觉得他好像把后现代文化 描绘得非常漂亮 包括他那个书里面 他自己也说 这个后现代文化 真是光怪陆敌啊 要不是因为他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 确实也是颇有这个令人陶醉其中的 大家可以去翻翻他的文化的转向时间 所以大家误以为 金文学是在鼓吹赞成后现代文化 认为后现代文化的到来 这个将会开启一个文化的 展新的时代 其实不是这样 那是资本主义晚期的文化逻辑 那么他批判现代性也一样 同样 他批判他谈现代性 是他对现代性在当今全世界的这样一种传播 他感到痛心疾首 当今的现代性 其实呢 是他所批判的现代性 所以他那个文章里面呢 他非常复杂 我曾经给同学们上课 上那个现代性理论导读 就读杰姆逊这篇文章 大家读完之后 大家才会明白 就他其实把现代性 他有好几种现代性搅在一起 有一种是他认为的正统马克思的现代性 这是在马克思的意义上理解的现代性 这个现代性就是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 这个现代性就是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实现无产阶级 作为社会的主体 然后是福利国家 所以这样一个现代性 那么当今的现代性呢 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代性 所以有多种 依然杰姆逊在杰姆逊的叙述当中呢 西方左派大家要注意 读他的文章你会觉得不得要的 他们会把很多的理论和观点呢 它是纠缠在一起的 因为他们那种思辨性非常发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